都穿好了没有 接下来我们一一闪亮登场 我们先有请叶子龙组 来 给我们展示一下 好一圈 你要跟他一起走 你的孩子好Q了 你牵着他吧 再摆个pose 摆个pose 你喜欢这衣服吗 喜欢 真漂亮 也确实很漂亮 来 我们有请第二组 好 走了 我们出发 来 咱们走这儿走 咱们站在中间 中间了之后呢 往前这直走 好吗 好 一 二 走 你们好像有点不太协调哦 碰你那种爱线的爸爸也就醉了真的 来 你问一下你的宝宝 他喜不喜欢你给他选的衣服啊 好 来 你过来在那边对前面 说一说 这个衣服你喜欢不喜欢 喜欢 为什么会喜欢呢 为什么喜欢啊 喜欢哪儿啊 喜欢它的颜色还是喜欢它的款式啊 蝴蝶蝶 蝴蝶蝶 对 你知道为什么他喜欢吗 是因为虽然说我的这个品味有点问题 但是也有爸爸的聪明 就我拿起一件之后啊 让他先看一看 他点头了 喜欢了我才拿过来 你们俩走台的感觉真的让人想到 真的是上辈子的情人 是吧 我们有请郝影组 我们要走得有范儿一点啊 你的孩子又跑了 你怎么回来呀 你看我们那两个孩都有范儿 他对你一个人玩得很开 还断一下 有表现力 来来来来 你不能老抢人家戏眼 奥影问一下你的宝宝 还是喜不喜欢你给他挑的衣服 宝宝喜不喜欢姐姐给你挑的衣服啊 喜欢 喜欢哪里呀 为什么喜欢这条裙子呀 喜欢 我喜欢就是因为喜欢它 喜欢就是因为喜欢 喜欢就是因为喜欢它 因为宝宝喜欢橙色对不对 来我们老宋点评一下 中间这个因为颜色比较明快 额黄色最适合小女孩 上面的蝴蝶结比较立体 然后跟那个裤子啊 整体就像也还蛮协调的 但是这个爸爸好像不长新眼啊 他女儿老跑 但是我这贵女儿有一个特重要的问题 来问问 问问叔叔 衣服能穿回家吗 衣服能穿回家吗 叔叔 如果导演组说可以的话那是可以 你跟孩子第一句话就问我能穿回家吗 还是比较务实 来我们四位妈妈也说说自己的意见 最喜欢好友老师搭配的这个小女孩 这件衣服 对对对 我觉得整个孩子非常的文静 然后这件衣服整个颜色 还有它蕾色的搭配呢 很符合孩子的气质 整体感觉像一个小公主一样 那我其实比较喜欢这种 因为我觉得颜色搭调比较和谐 就是衣服上面的蝴蝶结 跟它鞋子上的蝴蝶结 然后鞋子也是粉颜色的 然后毛衫也是粉颜色的 然后短裤黑颜色的 我觉得反正我看得挺好看的 来我们谢谢三个小宝宝 可以去问问导演组衣服能不能穿回家 咱走了 再回家咯 今天你在台上表演的最好 车回家 其实呢 在今天的节目当中 还有一位神秘嘉宾 这位神秘嘉宾 对四位辣妈来说十分重要 她是谁呀 我们今天之所以 有这么多的故事跟大家分享 能够变得这样的阳光自信 我觉得我们共同要感谢 一位我们的闺蜜 她就是沈阳辣妈网的创始人 张海涵女士 掌声有请 加油 加油 你好 大家好 来自我介绍一下 大家好 大家好 我叫张海涵 今年35岁 我的女儿今年4岁了 一看出来就是一大姐头 你为什么要创办这么个网站 妈妈们中间有很多问题 孩子也有很多问题 80后的父母为了工作很少陪伴孩子 还有就是现在产后新妈妈 产后抑郁这个现象在社会上非常普遍 还有就是希望妈妈们能在一块交流一些育儿经验 我们说啊 一个女人是个故事 两个女人是个事故 三个女人是一台戏 四个女人是电视连续剧 这一群辣妈在一块 我估计就是大清世界 四位嘉宾 你们听了她们的故事之后 有什么样的感触呢 在做妈妈的过程当中呢 我最大的一个感受就是跟孩子一起成长 作为一个妈妈啊 最重要的就是要调整好自己的心态 与其说想让孩子成为一个什么样的人 那就让自己就先成为那样一个人 那她自然就会向着妈妈这个方向来做 所以跟孩子讲一万遍 该怎么样去做人 怎么样做事 不如自己先做好自己